买了一款手机 花了3998块买了一款魅族16s 8加256的顶配版 用了两天之后感觉还可以 但是综合考虑来说 小鱼要选择退货 因为它这个手机整体性能 虽然还不错 但是它满足不了我的拍摄需求 将会小鱼就给大家讲一下 小鱼这两天的使用感受 讲讲这个手机的优点和缺点 供大家了解一下 再讲讲它的优点吧 第一个优点就是它这个外观 很时尚 看这个外观 然后这个屏幕也比较通透 也不是跟其他手机一样是异性的 它这个是完整的 这一个整块屏幕 感觉很通透 然后这个手机边框也是很窄 然后握起来很有手感 第二个优点就是这一款手机 这个音质非常非常棒 用它来听音乐是非常非常 享受的 这一款手机是我用过的手机里面 音质最好的 我高中的时候用过诺基亚5230 然后再后来就用过 努比亚Z11 Max 然后再用上这个小米巴 中间也有其他的手机 就整体来说 这一款手机是音质是最棒的 非常非常棒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摄像 非常非常给力 我说的给力是它防抖 就是这个手机它是支持 那个四周防抖的 然后这样握着拍出来的事情 抖动非常非常小 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惊艳 当时拍了之后我感觉 这好像就是像那个 我用的那个运动相机拍出来 第四个就是这个线性马达 非常非常棒 这应该是魅族独有的吧 它反馈到手上 感觉就像是真的一样 这个手感非常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个第五个 就是电池比较能用 因为它用的是3000个电池 很明显 要比我这个小米巴挺用的多 然后这个就比如说玩游戏 玩游戏的话 我基本上那个小米巴 大概就是开高针 开那个高清 然后开外音 基本上就是90分钟 但是这个手机 将近能玩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信号比较好 明天要不是我的小米巴 那它有优点 它就有缺点 这个缺点也是 我最后的原因 我无法接触的一个事实 第一个就是 这个手机的WiFi 信号好 但是它断流 断流特别准备 就是我连上WiFi之后 我刷头条 点不开视频 我玩游戏 经常460 连上WiFi460了 但是我断开WiFi之后 就非常正常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WiFi有问题 是我连上其他的WiFi之后 也是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手机的第二个缺点 就是摄像 刚才说摄像是优点 它确实也是一个优点 优点就是它这个防抖效果非常非常棒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 拍出来的视频 拍出来的视频虽然防抖效果好 但是收音确实很差 就是说我拍出来的视频 我放到它最大音量 然后就是声音也是非常非常小 对面非常杂音 然后这一款手机的第三个缺点 也是我最不能接触的 是导致我这次推过的主要原因 就是手机的摄像 摄像不支持 锁定曝光 经常拍视频的人都知道 这个锁定曝光非常非常重要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的功能 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功能对我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 我需要这个固定拍摄 然后还需要这个锁定曝光 因为这光线流的时候会比较大 然后只要你有稍微一点变动的话 拍出来的效果都非常非常差 就会不明不安不明不安 如果有索性曝光的话 这个问题完全不自在 这款手机的三个缺点 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综合考虑的话 我只能选择推过 虽然它很优秀